2.3.3.4.5.1 3.4.5.1 南方是来自伊朗的海大里 红方是来自中国的选手朱旭 这是朱旭 今天也是它第四次 未免额民传奇60公斤 尖要带的这个比赛 看上来之后双方都没有经过太多的试探 直接进攻并不客气 朱旭是散打出身这名选手步法的移动 包括单个重击的能力以及抓持击这种能力非常强 对 朱旭这名选手虽然比较年轻 但是有自己的技术特色 他对于节奏的把握非常好 打法紧凑思路清晰 拳法细致而且防守很严密 属于那种持续输出型的选手 对 呃 哦 刚才是朱旭试图做一个腾空飞膝的时候被海大里侧身的前手瓶托一个人技啊 哎 哎 哎 海大里的额美传奇的战绩 哦 刚才是海大里一个前手的不前腿的低扫 哦 正好是朱旭要做前手瓶托的荣击的时候踢到了当步啊嗯对你之后这个动作以及你这个心理上的压力还是这么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会在让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个动作呃有心理阴影哦哦 朱旭上来之后依然我们看啊 从状态上来看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哦 你看刚才这个动作海大里做前腿的低扫的时候朱旭的这个反应非常敏感 这种对朱旭心理的压力啊将也会影响和技巧的发挥啊 很明显现在朱旭要紧慎得多了 哇 刚才这个前腿的低扫 前腿高扫啊就出去这个挺危险的 哦 转身后灯被海大里这个侧身散开 好 后腿的低扫 这是一个高扫出去后仰这个后仰躲伞之后马上这个拳法的反击 哎 江涛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像刚才这样子被踢到 而且是很严重的这种踢到会不会影响裁判的决定 哦 踢当这种就是因为第一次啊 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是因为出动作习惯造成这种受伤 第一次可能第二次的话裁判会就说警告你一下 但是如果你连续三次四次出多了之后裁判会认为你是 有经过我的警告你还没有再注意的话 我认为是你是无视我的警告 然后会对你进行扣分或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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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比赛开始 朱旭前后直拳 朱旭这个选手啊 主动进攻了单客单击的这种 进攻的效率啊相当高 而且进攻的速度 以及启动的这种隐蔽性啊相当强 对也算是他这个年龄的 比较有代表测试的选手 朱旭一开始打比赛呢 他就是这种优势啊 一直在保持 但是这种中间距离连续追击 以及连续得到优势之后 连续的扩大战果这种能力啊 也在随着因为比赛的争夺 也在不断的改善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就比前两场这种 持续输出的这种能力啊 要看出来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双方 老朱旭转身后摆 哦 这些朱旭的 虽然没没踢到 但是表示你再再注意点 对好我已经非常不苦了 然后这朱旭接腿之后一个勾踢 到第二局啊 双方这种 对峙啊 更多了一点 这种连续的进攻 以及攻防的转换 呃 相对来少 相对来说 没有第一局那么明显 啊 朱旭连续组合拳 但是打在这个海大里这个防守的手臂上 又是一个腾空的一个飞溪 但是由于角度 以及海大里这个身体的移位啊 呃 并没有成功 因为我之前看过朱旭的很多比赛 他的比赛我都在现场 就相对来说 这场比赛确实对他的影响很大 刚才那个T当的这个 对 看出来 这一整个从站姿 呃 这个倒架 以及这个出动作的这个 姿势上 你看又是一次 来我们看一下慢镜头 确实 你看这是起起扫梯的时候起了一半 撞到了这个朱旭的裆部 我们可以听到场下的观众看到那个没回放的时候 哇 我们看的人都觉得很痛 哦 海大里的转身后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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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第三局比赛开始 海大里上了一个前腿的高扫 朱旭一直在试图进行前手的虚幻 对对手的进行节奏进行一个破坏 好 连续换拳 这个时候没有跟上 然后左右直前迎进 我们看海大里啊 两个是都可以 左架右架 都可以进行这种非相当自如的攻防转换 所以这个时候就对朱旭来说 是一个不太有利的一个情况 海大里的反应也相当快 朱旭出低扫的时候 上这个前手平高的反击就过去了 双方现在出现了一些长时间的对峙 同时由于对距离把控以及对进攻的这个信心的掌握啊 稍微有一点欠缺 好 双方纠缠在一起 出去一个带摔 但是这种带摔啊 并不记入评分的这种考量的因素之内 是允许使用的动作 但不是 但没有 但不记入评判结果 而且在第三回合诸绪他还是打得很沉着冷静的 对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再积极主动一点 就会效果相当会更好一点 这时候朱旭这种状况有点像那些三打紧召赛的那种双方对峙 我就等你出动的 然后出动的我就做迎击 或者说做反击 朱旭现在这种风格是很明显的适应了自由搏击规则以及节奏情况下的一种还是一种散打的技术 最后10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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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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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6 7 6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